你看看别人的老婆 再看看你啊 是怎么对我的 你今天挑战365电视台 万也不回忽 我到底哪里做的对不起你了 今天我就让你还个明白 平时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是怎么对我的 不都是给你转年 让你出去跟兄弟们吃饭喝两杯 然后再洗脚唱歌 放松放松心情吗 那我问你 你晚上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你说 男人在娱乐的时候 不都是不喜欢老婆给打电话的吗 借口 这都是借口 你知道我看到兄弟们能接到自己老婆电话 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还有前两天我让你给我买个T恤 你以后是怎么对我的 我给你买了呀 而且除了上衣给你买了五件裤子和鞋子 不也给你买了好几件吗 好我知道 你都没看着 你生我气了对不对 你每次都这样 让你买几双袜子 你给我整好几身 这次我就要个T恤 你又给我整好几身 你知道我每天为了选择穿那些衣服 有多痛苦吗 还有前两天我说想玩个游戏 你又是怎么做的 我不是怕你那游戏里玩的不开心 我就给你冲了一万块钱吧 男人赵我也错了 错太错了 你说我本来玩也行不玩也行 你上来咔嚓就给我整一万 那我不得天天玩 是想把我类似换个老红吗 你说 行是我错了 又改修了吧 等等 这么多年了你说给就改 万一引起我不良反应怎么办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呀 我现在一天收入不到四分处 呼吸就不顺承了 那个 你先给我找五千块钱零花钱 收鱼的我今晚去沙发好好想想